12月3号的晚上7点左右 在南京江宁龙眠大道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 交警在处理事故的时候出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情 先后有两名男子赶到了现场 都说肇事的那辆车是自己开的 那到底是谁开的呢 我现在是在龙眠大道 这里呢就是当时事故的发生现场 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相撞 那么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呢 货车司机还在轿车司机却不知所踪 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 一名姓许的男子赶到现场找到交警 自称是肇事车的司机 到现场就跟交警讲 这个这个刚才是我在现场的 我有驾照 但是交警这个一看 哎不对啊 你这个满嘴酒气的 你怎么能把他拎到警车上去了 然后这个徐某一看正式不对 就跟交警交代了 我这是顶包的 就在警方查找真正的开车人时 又有一名自称姓正的男子赶到了现场 他说自己才是当时的开车人 因为没带驾照 所以先让同事徐某顶着 自己赶回去 拿驾照了 交警就开始对他进行询问 通过这个一询问 发现就很多这个疑点 就是他对这个现场交通事故 整个状况什么 基本情况都不了解 然后交警把他进一步询问 他一看这事是不对 哎呦交代了 我也是来顶包的 让你出事 那个你就出事 你开车 给我说你就是 你出事后 你是跑回家 你没带驾照 回家拿驾照了 郑某说 跟他交代这些话的是同事周某 他才是当时真正的开车人 第二天 得知两个同事顶包露馅了 优优独播剧场